大家好 这一片跟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制作Windows 8的USB安装随身碟 这个程式的下载网址 可以到这部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 直接Copy就可以了 还有你必须要准备一个Windows 8的安装光碟片 和一个8G以上的USB随身碟 随身碟里面不要有任何资料 因为在安装过程中会将随身碟格式化 里面的资料会完全不见 打开程式下载网页 这个是英文网页 但是程式安装完之后是繁体中文界面 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将这个程式下载到电脑 这个程式是免安装档 下载完之后将压缩档 Copy到你想要存放的位置 直接解压缩就可以了 现在打开这个程式 选择执行 选择下一步 选择我同意 选择下一步 这里直接选择结束 不要再选择下一步 刚刚的导引界面 只会在第一次启动程式时出现 以后不会再出现 现在这个界面是程式的主画面 以后开启程式就会直接出现这个画面 我们关闭程式试试 现在开启程式 这个影片是以这个界面作为教学 首先选择打勾的按钮 选择下一步 Windows档案来源路径 这里选择Windows8的安装光碟片的光碟机位置 USB装置 这里选择要安装的USB水声碟 选择好之后选择下 下一步 选择确定 选择同意 选择继续 现在等它跑完 按照你的光碟机 读取速度和USB随声碟的写入速度 时间大约是20-60分钟不等 我现在用快转带过 现在选择下一步 选择离开 现在Windows8的USB安装随声碟已经制作完成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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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